各位好 今天是2023年7月10日 星期一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伊宁 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俗称海关黑马的过关健康申报 香港与内地通关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 一到节假日 关口就大排长队 过关时间延长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出入境需要用手机进行健康申报 点新闻早前多次报道过 不少市民希望早日取消过关健康申报 真正提升通关效率 最近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接受大公报访问的时候表示 早前与行政长官到北京访问曾与相关部委商讨这件事 相关部委明白香港市民的诉求会尽力将程序简化 便利市民出行 至于完全取消健康申报会有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通关以来 每当节假日大批人流塞报 深港陆陆口岸的时候 部分口岸也会临时取消入境健康申报 政党和市民都希望能取消海关黑马 原因有两个 一来 很多长者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登记海关黑马 徒增了过关的烦恼 二来 现在两地早已经取消了疫情管控措施 不管过关的人有没有感冒症状 都不会再做核酸 也不会强制隔离 入境健康申报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我们也期待深港口岸的健康申报能率先取消 让两地人员的往来更便捷 有些改变在酝鸟 有些改变已经尘埃落定 今天202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正式刊线生效 政府发言人表示 这是完善地区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环 随着条例的落实将在制度上全面贯彻落实 爱国者治港原则 区议会将重回基本法的初心 重新发挥它应有的服务及咨询功能 配合特区政府落实地区工作 提升地区治理的效能 实现良政善治 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有关区议会选举的时间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 目前正在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议 希望尽快敲定年底的区议会换届选举时间 如果有具体时间会尽快公布 他强调会确保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 在公开公平诚实高效和人性化下 有序的顺利进行 特区政府也正在物色聚才干 能力经验切合地区需要的爱国爱港人士 担任委任区议员 而被问到区议会选举投票率的问题 他认为 投票率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不可以完全将投票率和市民支持度直接挂钩 西方民主国家很多选举的投票率都不是特别高 强调最重要的是 区议会真正能为市民办实事 谋幸福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3年香港小姐 2023香港小姐竞选终极面世 昨晚经过一轮终极挑战后 最终有18位嘉丽成功晋级 而紧接着举行的一见钟情嘉丽限时投票活动呢 也在今天下午的三点钟结束 由观众票选的一见钟情嘉丽最高票数得主为15号庄子轩 TVB表示呢今年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啊将在8月27日举行 不过呢就在晋级18强之后啊 有翻版王祖贤之称的贺宜文 昨天下午突然在社交网站发文以我退赛了为题宣布退赛 贺宜文表示呢 个人原因退出止步于此 人生总得尝试一次才知道是否适合不是吗 通过这段时间的尝试 发现自己的性格并没有很适合 无法轻松面对媒体 贺宜文没有在文中解释自己不适合的是什么 也没有点名无法轻松面对媒体是指面对什么 但有港剧评论研究直言啊 今年的香港小姐淘汰赛四足了选飞 原来今年的比赛环节进行了很大的改革 首次采用了拆件的方式来评分 就是将女孩子的不同身体部位 比如说眼睛 嘴巴 锁骨 胸部和腿部等部位逐一放大 当中甚至还出现过选手走光的情况 这样的比赛自然会吸引到收视率 不过有网友就直言不讳地指出 这样的选美就是消费女性 其实近十年来 港媒在关注香港小姐评选的同时 也在关注评选的方式 不止一次有媒体发问 选美是赞颂女性还是消费女性 现代的选美应该选些什么 他山之石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 1921年开始举办的美利坚小姐评选 是全球最早的选美比赛之一 当时已经设有泳装环节 设置这个环节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展示以女性身材吸引观众 而是因为1920年代美国女权崛起 女性主动提出增加泳装环节 展示女性向往自由开放 并以自己的健美体态为荣的面貌 不过呢 为了尊重女性美的多样化 美利坚小姐在2018年取消了泳装环节 当时董事会主席卡尔森表示 外在美不是选美的唯一标准 比赛也注重女性的社会影响和自主权 2020年美利坚小姐由弗吉尼亚州药学 再读博士卡米尔·席瑞尔获得 她在才艺表演环节中向观众展示的是 过氧化氢催化分解的过程 惊艳全场 香港人一向重视努力上进的狮子山精神 而香港女性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高学历高职位的女性大有人在 香港女性给人坚强能干的形象 比起美貌 现代女性更在意内在的智慧与修养 虽然香港小姐选美历年来的宗旨 一直宣扬美貌与智慧并重 但选美的流程中仍然强调的是 参赛加厉的年龄和三维数字 在舞台上表演的呢 也主要是舞蹈才艺和展露身材等等 单凭在泳装环节与私仪短短几分钟的对答 足以看出参赛者的内涵与智慧吗 香港选美活动的赛制和传媒报道的角度 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呢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点新闻网和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